第一,這個醫院規模很大 我們有4300張床位 人世界的肝癌 每年的新發病率和死亡病率 超過一半的在中國 有些老技術是有創的 對病人可能費用比較高 負擔比較重 一些新的技術進來 比如說它的超身檢查費用就比較廉價 尤其是彈性 這種它又是無創的 同時能夠提供我們一些想要的信息 我們和菲利普中國研究院 合作肝癌彈性這個項目已經兩年多了 涉及的病例有1200多例 那麼到現在為止呢 我們已經發表了一篇文章 這個論文的發表目的 就是讓大家對這項新技術 有一個很好的推廣 讓大家知道這個技術 它的一個操作 基本的操作流程 每個人做起來 都是有一個很好的重複性 菲利普的這個團隊 有比較強大的資源優勢 比如說有各種工程背景 一些科學家 我們結合起來以後的話 我想可以縮短這樣的一個中間距離 更好的把這樣一些新的技術 就是用於臨床 在問題中不斷地產生新的問題 然後這樣一個循環中呢 我們就不斷地走向更多或者更高 今天我們剛才說的呢 只是極限於這個肝癌 我想我們以後的合作 可能涉及到一些其他的領域 最終的目的是 希望讓更多的病人來得到更好的 更早的診断和治療 Innovation and you Philips